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次的这条片来分享一下小鹿的禁房 注释一下 顺带也讲一讲香港一个近日的风波 兴起这个全城热化 一个叫做安心偷食的新闻 在讲一下我禁房之前 就这样讲一讲这宗新闻 安心偷食 肯定不会是近期的事 不是一朝一夜的事 应该是他们两个 拆着了一段日子 必定是 其实在这件事里 我觉得最大的受害人 是他们两个的真正伴侣 马明和阿咪 尤其是Sammy 他本身之前已经有很多情绪困局 再加上这件事 我想大家 要给一些空间 Sammy 不需要任何的安慰 不需要评论太多 我觉得 跟马国明说的一样 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件事 除了Sammy 因为觉得最大的受害人是Sammy 马国明起码和盧王森永 还没有结婚 但Sammy和许志安经历了这么多风波 风风雨雨后 最终 终于 终于 那些叫做什么呢 拉在一起了 但怎么知道 是不是今年是他们第四 还是第五年的 周年 竟然发生了一件事 唉 以往 小鹿的影片 我也想做到很 勵志性 鼓励大家 带一些正能量 给大家 但今次这条影片 就 唉 我觉得 人 始终是人 始终是肉做的 不可能 三百来四天 都是 笑着做人 去开心 今次这条影片 顾名思义是说我的金方 嗯 其实在三月 发生了很多的 一些转变 二月都还好 是忙 是工作上 但是到了三月 工作都开始平稳起来了 那 照计 应该我是 可以做到很多我自己想做的 例如 出多些影片 筹备一下 画漫画的东西 或者做多些 makeup tutorial 之类等等 但是呢 大家看到今次的标题 呃 愛情 毒药 戀愛陷阱 将来 呃 日后 都好 就算有些东西 我真的很多人看都好 很多人都说 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说的 你应该 对观众 所有的观众 坦白一点 将你所有的东西 和大家去分享 但是我自己 个人觉得 人始终是需要有一些秘密的 不可以什么都摊开出来 和大家说 好像 爱情和感情 这方面 小鹿 其实 我不强求什么 我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 真的没有什么强求 这件事 爱情 我一直都没有什么强求 这么多年的时间 我当然 有个 谈恋爱的经验 有开心 有不开心 对 对 但是 我锁了手试 我都不知道自己多久 没有真真正正的去谈过一场恋爱 再 在对上一场恋爱 我都不记得了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最上一次分手之后 我就将我的寄陀 在我的梦想 在我的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就突然之间 突然 我放下了我的爱情感觉 对 我自己的爱情观 是一个努曼泰克 比较童话式故事 童话式爱情的一个感官 对 很想有一个白马王子 Prince Charming 这样 但是这个年代 就算真的有 都被人抢了 已经很难做到一个 一个心中的白马王子 所以呢 我觉得 化梦好 其实 但是呢 在三月的时间 其实 这个人 我认识了很久 原来 认识了很久 很久之前 是在网上认识的这个人 那时候 忘了跟他聊什么 突然之间 这个人在三月 就再 找回我 我跟他聊天 聊聊聊都很投契的 最终呢 就 真真正正的去 认识了出来 去访识了 嗯 我对这个人 没有什么很大的期望 其实这个人 不是一个 很 charming 不是一个 很 英俊的人 但是 出来的感觉 我不反感 其实 他都 很有风度 等等 所以呢 第一次我们去看了一场戏 都很开心的 都很 很乖的 但是对方 雙方都好 叫做什么呢 很有礼貌的 当中中间 都很主动的 他很不停地 每天去 message我啊 去跟我聊天啊 都是他做主动的 那我非常之开心 当然 结果第二次去认识呢 那都是 大家相当很乖的 虽然有一些 少许沉默的行为 但是 未去到那些 那些 那些狹窄啊 没有的 绝对没有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 太久没有 接触过 爱情 这件事 所以这次呢 好像碰一碰 就突然之间 中了毒 这样 突然之间 我觉得 是这个人的了 是 他 对的了 所以就 全程 灌注了下去 从前的我呢 很少会主动去找对方 我觉得 我不想让对方有一个压力 是 我是一个很痴心 很黏人的 伴 的情人 我想有一些矜持 一些神秘感 但是这次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 有一天 他试过没有找我 我是 啰啰的 说回 第二次入会 之后呢 呃 很曖昧的关系 其实 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 一对 戀人 从未到戀人的时间 就是曖昧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 双方是一个最开心 最快乐的 叫什么呢 一段关系最开心 就是这段关系 曖昧的这段关系 就是在手中间穴 安静 你便召行 缓门 自己 慢慢 Ak atual 然后再变成变成,达成啊 即使我可能送他 好像离子 變成現在,就是每天我都心情很低落,因為他不理我了 我覺得很奇怪,出來約會,都有手牽手,都有一些小親熱 轉圖可以突然間變得這麼冷淡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奉勸各位哭 千萬不要中毒太深 我有試過想哭,但其實根本好像都沒有一起過 但怎會有眼淚哭出來呢,是不會有眼淚哭出來 但我很久沒聽過什麼情歌、廣東歌、普通話歌 近來我就不停地回路回路回路,不停地聽 一邊聽,情緒是很低落的,非常想落淚 我現在沒有說,不過你是走不出的,但你的心是流血的 你是感覺到的,感覺是流血的 做任何的事都沒有了角徑 Casa直接跟我說,有靚仔在旁邊走過 我都好像沒有看到 到最終近期,我也有跟他聊天 即是跟這個人聊天 可能一天不回覆,我翌日再喊 翌日回覆了,終於 不過呢,可能早上他會回覆你 到了晚上他就不理你了 第二天再跟他聊天 那我又會理你一下,之後又不理你 很累了,我覺得這樣 最終我真的 今天跟他說了 你真的不相信我沒有所謂,那算吧 我也覺得是時候要死心了 我決定放下一下 我覺得愛情這件事很恐怖 你覺得你不行是沒什麼的 一個人挺好的 一個人挺舒服的 但是呢,當你觸碰了 就好像著了魔、著了迷 那樣 所以呢,我覺得小鹿 其實真的很天生、很白癡 很蠢 很蠢 那最近,除了這件事 我都開始迫自己去想想 之後怎樣 我想嘗試一下去拜下四面佛這件事 他們說一說到拜神這些 荃灣那邊就拜下四面佛 拜下人緣 可能 可以拜到自己多些曝光律 等多些人認識自己 在Youtube上那邊 對 然後呢 籌備去買一部新的電腦 我和我的尿佛 已經很多年感情了 等我又可以得起心肝 繼續我本漫畫的第三期 順便呢 就 嗯 真的 我說了很久 我要去參加一些動漫展 一些同人展 我真的 真的不可以再客氣了 我要繼續去我的漫畫夢想 那之後呢 再拍多些多些的片 對 其實我覺得這些出出的片都不錯 對 因為不用怎樣剪 都要剪的 都很麻煩 但不用怎樣去籌備一堆 我不用特地下妝卸妝 嗯 對 很麻煩 其實拍一些化妝片 一些Vlog 吃東西的片 是很麻煩 又消費 又付錢 又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人生經驗 嗯 對 多點互動 最後呢 補充多幾句 說回 安心偷食事件 其實呢 當你對這個人有感覺的時間 很難去阻止自己對他 停止了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黃森榮呢 他是孝 他是賤 我也覺得自己很衰 這樣說 現在全城的人都在說他是一個 這樣的人 但是 我知道他一定是有那種感覺出來 就是 可能對這個老鼠 阿安仔 對 有一種感覺 走出來 雙方都應該是有感覺 所以就踏著了 對 可能會阻止到 但是 人是需要理性的 當中 的受害者 可以儘快去復原到他們的心情 大家呢 給多點支持 SAMMY 給多點支持 馬國明 對 時間可以沖淡一切 可以 希望時間可以 安撫到他們的心靈 我們就 下條片再見 不說那麼多了 真的覺得自己 與無論始終 拜拜 我 知道我不是個孩子 所以我得不到 你給的他 是 我不是 我對感情很偏實 只靠你的愛 我